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落在阳光下的地面可以达到摄氏82.3度 这里是中国最低的地方 爱丁湖 低于海平面154米 它的液体在今天已经被蒸发掉了 到处是结晶体 那些是比重很高的盐 火焰山在夏季 仿佛是一块炙热的红铁 一千三百年前 一位诗人陆经这里 写下了火云满山宁未开 飞鸟千里不敢来的句子 因为敢于尝试飞临群山的雀鸟 其翅膀有被酷热的风浪 烧断的危险 在火焰山身后的峡谷中 一条曾经布满了绚丽图案的画廊 静静地停留在时间的某一刻 虔诚的工匠们从公元五世纪起 在这个名叫伯兹克里克的地方开凿洞窟 一些来自叙利亚的画家 加入到佛教壁画的创作中 他们刚到图鲁番的时候 应该都很年轻 没有人知道 开造伯兹克里克石窟 并在这些狭小的洞窟里 绘满壁画 需要耗费多少人工和钱财 1904年9月 普鲁市皇家图鲁番探险队 在德国军火商克鲁伯·弗里德里西的资助下 第二次进入新疆 到达脱鲁番的这支探险队由两个人组成 他们是柏林民俗博物馆的阿尔伯特·冯勒克克 和博物馆的钦杂工斯奥多巴图斯 伯兹克里克在维吾尔语中 是有美丽装饰的地方的意思 美丽的装饰说的就是石窟中的壁画了 德国探险队来到这里的时候 依然可以看到维吾尔族的祖先 回胡人绘制的作品 就在我们清理击沙时 突然好像变魔术似的 在墙壁上奇迹般地露出了精美的壁画 其颜色是那么鲜艳 就好像是刚刚画完似的 壁画上的人物是王室的男女供养人 画上的回胡文字表明在公元九世纪末或十世纪初 回胡的王室成员已经皈依了佛教 回胡人是现在维吾尔人的祖先 曾生活在蒙古的鄂尔魂和流域 公元八百四十年 吉尔基斯人以十万骑兵攻破回胡都城 回胡人溃败分三路向西逃亡 回胡人原来使用的是 苏特文字 在吐鲁番定居后 开始对文字进行改造 利用苏特文拼写回胡语言 形成了现在的回胡文字 当回胡人到达吐鲁番的时候 佛教已经在这里得到了广泛弘扬 到达西域的回胡人 最初信奉的是摩尼教 摩尼教是公元三世纪 由摩尼在古代伊朗创立的 其原始教义是对现实世界 持否定消极的态度 因此被萨山王朝视为异端并禁止 摩尼本人被处死 摩尼教在唐朝也被称为明教 回胡人移居到吐鲁番以后 很多石窟里的壁画 悄然发生了变化 在有些石窟的墙壁上 表面一层是佛教的内容 里面的一层却还是摩尼教的 在柏茨克里克第二十七窟里 摩尼文字与回胡文字 混写在白色的衬笛上 在高昌故城编号为K的寺院里 出土过一幅大型壁画 内容是摩尼本人 四周围绕了许多上帝的选民 摩尼身穿白色长袍 头戴镀金叶式的帽冠 在他身后 是几排表情肃穆的教徒 而这些教徒的面孔 都具有回胡突厥的特征 唐代以后 摩尼教的东方主教普夫尔 临时住在波兹克里克 考古者从那里发掘出了 三份保存完好的文书 那是各地方的摩尼教徒 对教主的致敬信 一些信纸上的图案 用金粉勾勒 而在摩尼主教回复的信件上 也画有许多精美的插图 摩尼教徒非常重视文书的优美 喜欢在书信上配以插图 为了得到精美结白的纸张 他们往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 在高昌故城以北的群山古地 坐落着一处名为 圣经口的佛教寺院遗址 1905年2月 勒科克在这里发现了一个藏经洞 在许多关于佛教的 印度文字文献碎片中 竟发现了一册非常精美的 摩尼教文献 这个绝对罕见的摩尼教文物 现在收藏于柏林国家图书馆中 这本文书是教徒与教主之间的通信集 对勒科克来说 来图鲁番欣赏壁画作品 并非是此行的真正目的 六年前 俄国探险家克莱门兹 在图鲁番将壁画揭取运走 他是第一个对壁画用刀子的人 克莱门兹的收获 极大的刺激了勒科克 这次图鲁番执行 他和巴图斯既带着 克鲁伯公司赞助的金钱 也带着异常锋利的匕首 于是图鲁番的壁画 再次被钢刀刺入 一切对我们来讲 要么是在经历了如此的努力 幸运到达 却由于战争或不幸而失去 要么最终以快乐 满足和被别人尊重 而结束 被切割下来的壁画 被装进一百多个木箱子里 勒科克在日记中写道 在花费了很长时间的艰苦工作之后 我们成功地把这些壁画 全部锯了下来 后来经过二十个月的艰苦跋涉之后 这批壁画终于运抵柏林 而在波兹克里克 失去壁画的墙壁伤疤 不得不成为日后人们参观的一部分 其中包括切割者巴图斯的作品 他在失去了壁画的残破墙壁上 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十五世纪以前 在吐鲁藩与佛教摩尼教同时流行的 还有井教和火仙教 在高昌故城 一块公元九世纪的井教壁画画有这样的情景 牧师手持圣水碑 信徒手持宗旨 虔诚地迎接耶稣 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 人们在吐鲁藩发现的比较早的宗教 是火仙教 公元前七至六世纪 伊犁和刘裕的斯基泰人不甘心受波斯王的统治 但又无力抵抗强大的波斯军队 于是许多斯基泰人逃亡到吐鲁藩 并将他们信奉的火仙教传到中国 后来奔波于丝绸之路上的苏特商人 再次将火仙教传入吐鲁藩 车师前王国在公元前三世纪的都城 就是现在的焦河故城 那时 吐鲁藩是匈奴人进出西域的基地 焦河故城 是吐鲁藩盆地通向西北方向门道上的咽喉 非常有利于加强盆地的军事防卫 整个城市立出高地上 它的俯视外观仿佛是一条巨大的战舰 游异在绿洲之间 这座两千三百年前的城市 是用土建造出来的 道路 城墙 民居 店铺 寺院和行政场所 错综复杂地连接在一起 层层叠叠 如同迷宫一样 进出焦河的道路仅有一条 这位城市的防御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从公元前108年开始 汉帝国开始与匈奴人争夺此地 凭借焦河城的险峻地势 匈奴军队与汉军进行着惨烈的拉锯战 五次大规模的战役 持续了五十年 五次大规模的战役 第五次战役中 楼兰和西域的一些小王国 也派遣军队协助汉朝 直到公元前六十年 在汉军更为猛烈的攻势下 匈奴人终于臣服了 焦河大城升起汉朝的军旗 在这条丝绸之路的干道上 车师佛教至少在公元四世纪时 极以盛行 和秋辞国同属小城佛教 公元五世纪中期 北梁举渠市进入图鲁藩 占据高昌 灭掉车师后国 同时带来河西大成佛教 从印度或其他国家传来的梵文佛典 开始在图鲁藩盆地流传 佛教的造像艺术开始兴起 在焦河故城以北的高地上 坐落着公元前二世纪以后的 车师王族陵墓 在这里可以遥望焦河的都城 那里建造有一百零一座宝塔方阵 中心大塔残高十米 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密宗金刚宝座塔 回湖人自公元九世纪迁到图鲁藩后 原本信奉摩尼教的他们 开始皈依佛教了 在公元十至十一世纪间 波斯克里克石窟寺的建设 在回湖人的支持下达到了顶峰 大型壁画中出现了回湖国王与王后 供养礼佛的图像 画家们在描绘这些教徒面容的时候 仔细地表现了供养者的外形特征 当然画师们在作画的时候 并未忘记向观者提供供养者的身份等级 上层回湖人 非常体面地穿着垂直角面的长袍 袖子宽大 衣服用华丽的料子剪裁而成 上层社会男子和所有妇女都戴着耳环 在这些衣着相似的人中间 等级主要是靠衣冠来区别的 头发披在肩后 光滑的一缕沿背部垂到腰间 下巴留有长须 高尔廷的三重棺 以红色带子拴在河下 这是回湖的达官贵人的典型装束 画家们在刻画供养人或侍从的时候 表现出了执意和缜密的创作心态 他们似乎从不忽视来自不同祖籍地区的人群特征 笔画上有印度僧侣、东亚僧侣、叙利亚人、波斯人、 土火罗人和东亚人 在第三十三号窟的后壁 一幅表现佛涅槃后众弟子举哀的画像 表现了不同的民族 毫无疑问 中间的这个人是来自中原的官员 而这个飘着棕红色胡须的 眼睛呈绿宝石色的 具有土火罗人特征的人 可能来自哪里 这个头戴着朝鲜诗样的帽子的人 会来自哪里 这个与伊朗人一样长有很黑的胡须 小胡子浓厚而且翻卷着的人 又来自哪呢 在丝绸之路的干道上 土鲁藩来来往往经历过多少民族呢 无论如何 今天的人们已经知道 在那时的吐鲁藩 不同祖籍的人可以和睦相处 不同的宗教信仰 也可以相安无事地共存 由此可见这里的宽容程度 由于土鲁藩地域条件的现象 营造巨大的庙宇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缺少成材的木料 与上层的石料 建造者主要依靠土砖 芦苇 泥土 和少量的木头为原材 在波斯克里克所有庙宇的方位 都经过了设计 同时面向了一个大型平台开放 这使整个建筑都具有了一种整体感 为了将宏大的庙宇奉献给佛或神 信仰者在这个条件简陋的地方处心积虑 因为虔诚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 然而 也就在庙宇恢弘的波斯克里克 僧侣们居住的地方却是另一番情形 在庙宇的边缘 所有的僧房一律是低矮而昏暗的 一些房间不足四平米 有的仅能蜷缩而握 许多僧房采用地下挖掘的方式 以抵御剩下的酷热和隆冬刺骨的寒风 僧房里自然也无一例外的没有灯 天光从那些狭小窗格中投身进来 提供了日常的照明 所以 考古者在吐鲁藩的石窟遗址中 几乎没有发现到燃火灯具 灯和光更多的是落实在壁画上的 吐鲁藩进入十五世纪以后 石窟寺居然破败缭络落 佛教开始淡出 香火渐渐熄灭 颂用的声音戛然而止 直到二十世纪初 这块遗址突然不再沉寂 一九零五年 勒科克携带吐鲁藩壁画刚走不久 俄罗斯中亚考察委员会的鄂登堡 便从敦煌赶到吐鲁藩 他仅用十天的时间 就将切割的博兹克里克壁画 装满了一百箱带回俄国 一九一零年 日本净土真宗西本院寺的长老 大谷光瑞组织的探险队来到新疆 菊瑞超作为主要成员 在吐鲁藩四处搜寻 在阿斯塔纳墓地 他挖出了大量古代文书和私制品 今天七千件古代文书 收藏在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 吐鲁藩的部分壁画 则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和其他博物馆中 而另一部分壁画滞留在韩国 现收藏在韩国国立博物馆内 一九一三年 斯坦因带领英国探险队来到吐鲁藩 当他看到被勒科克切割后的石窟残壁时 对德国同行的粗暴行为感到十分惊愕 斯坦因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在吐鲁藩考察 然而当他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 仍然没有忘记将满满一百箱的壁画和文物运走 因为当时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 所以吐鲁藩的壁画便被净直运到了这里 现在让我们做一次虚拟的旅行 去波兹克里克的一个石窟 看一下他本来的面貌吧 假如壁画作者的灵魂还在的话 他会悉数清点每一幅画像的 这一幅画像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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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幅画的 其他的现在摇放在一起 如果看到没有有哪一幅画像是一幅画像是一幅画像是一幅画像 友因此 وج到杨茹拍那类 Ran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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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季烧得通红 冬季冰冷坚硬